通动 因此生出心魔怎么办 你说是不是 不是我只是 灵娥俏脸瞬间涨红 有些慌张的尽量克制自己 一服欲言幼稚且尴尬的神色 灵娥气鼓鼓地看着她 她刚当指示 臭师兄 你欺负人 随后二话不说 一口就咬了上去 小师妹一定是属兔子的吧 这么会咬人 李长寿疼得嗷嗷直叫 君子动手不动口 你这怎么就穷凶极恶上嘴了 说不过你还咬不过你 李长寿赶忙寻求师父帮助 师父您不管管小师妹 这以后怎么嫁得出去 灵娥立马反驳 要你管 我要老死在小穷风 师父看着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告诉她 对师兄一定要有敬重之心 与此同时 七元老道已经转身离去 他打算今日开始就要闭关 仓物拙先修道之法 小穷风上一应事物 就由长寿负责打理 若有要事可随时来寻为师商量 风神大劫涉及三界 老六秉承这一狗在狗的原则 是要提前上岸 师父走前再三叮嘱 要灵娥多注意下言行举止 要对师兄有敬重之心 两人认真的听着师父的教诲 这番话让李长寿感觉 师父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带她走后 李长寿转过身 目光中多有深意 你告诉师父 蓝灵娥瞬间有点心虚 一阵吞吞吐吐 这个 嗯 一点点 李长寿板着脸继续追问 是一点点 还是一点点 灵娥本着那极强的求生欲大声说道 肯定是一点点 随后将灵娥带进了屋 说吧 都对师父交代了什么 进屋蓝灵娥身子轻叉了下 小脸顿时垮了下来 瞬间切换到渲染玉气模式 师兄 其实都是师父逼我的 进了自己的草屋后 单坐垫 并腿 跪坐 低头 装枯 整个动作下来一气呵成 小师妹在那拐弯抹角 言说吐露给师父的讯息 李长寿拿他没法子 自己的师妹还是得自己宠 不过他本来也不是很在乎 毕竟小师妹所知也有限 凭他对小灵娥性格的理解 今天这情形 他早就有预感 夜深人进食 单房周遭阵法完全开启 他坐在屋内想着那风神大姐 秉承着一狗再狗的原则 他自然是希望能在仙门内 偷偷摸摸修到大罗金仙 不过那需要漫长的岁月积累 而身为三教先宗的渡仙门 很有可能被风神大姐所波及 这风神大姐可是涉及三界的 而且是针对三教弟子的大姐 但李长寿并非没有躲开这大姐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前上岸 风神大姐实际上是天庭玉地 建立起主宰天帝权柄的过程 名义上玉地浩天去找到祖呼诉 说三教弟子无理是大 不遵天庭之令 自己这个三界主宰名存实列 很没有男人尊严 在王母师妹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男人雄风一蹶不振 但从风神的结果来看 三教弟子敬天庭为神 圣人不再主动显化于世间 这才奠定了天庭管理三界的基础 那么自己只要提前混入天庭 做天庭艰难时期的元老 也不必做什么大官 隐藏修为做个小利就舍了 为的是名列天庭仙级 任风神大劫落下 自己早已在天庭仙级 与此劫无关 风神劫难如何会再落在自己头上 所以他便决定等风神众仙神去天庭任命 那时天庭人才积极 自己便可顺流而下 借是退役 既能得天庭元老这般资历 又能回山中继续安稳修行 何乐而不为 现如今 让师父成为土地公是颇为关键的步骤 能让自己省缺很多算计 说不定还能给他找个土地婆 就看师父愿不愿养 老六的人生态度一直是以狗狐为标准 而此次东海之行被九屋师伯推荐当了领队 虽说此次收获不小 但他心底憋得这口气还没得以释放 三个月后 李长寿已经成功摸透了三昧真言的修行原理 单凭气火的威力 在投入相同多法力的前提下 不及幽冥冷火三分之一 可一旦自己将气火精火神火三者合一化作三昧真言 威力预计比幽冥冷火强